丹带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外媒最新报道了 说Google将会在10月31号 要发表代号称为 JAM的智慧型万表 不仅搭载最新的系统 功能又比三星在9月份 推出的智慧型手表 GEAR还要来得更进阶 颇有向对手三星嗆下的意味 你没看错在手表上 接电话传简讯一键可以完成 这是Google最新智慧万表 很有可能10月31号就会推出 广告主打智慧手表 跟手机紧密连接 同步通话临时差随时更新 甚至导航显示临近地标 一台手一低头全都看得清楚 这个功能等于直接跟对手三星对呛 因为三星9月底发布的智慧表 三星GEAR必须和三星的平板放在一起 才能互相感应 操作麻烦 外媒批评声浪大 小数量后竟不看好 出售不到一个月 价格已经调降 从原本的300美金调降到210美金 现在Google同步功能做得略胜一筹 如果售价再具竞争力 三星智慧万表恐怕会被打趴 不过研究公司仍然看好 穿戴型科技产品前景 光是万表 2013年预估销售来到1500万只 到了2017年就可能卖出7000万只 成长空间十足 连苹果1.5寸的OLED弯曲型智慧万表 iWatch都已经传出 做出工程机 可能在2014年第二季 在市场上开售 陷入饱和的智能手机市场 谁能杀出血路 谁就是穿戴型时代的新霸主 东三产电视频的陆毅正和人凯 台北采访报道